大家好,現在是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的中午12點40分 現在又是幫大家支持這個淡天雪地 起床大概是有一個小時 然後就是吃到粥,幫上這些昨晚食證的排骨湯,還有那些粟米 有草莓這些龍茶的烏龍茶,就在這裡探望一下 昨晚6點多開始,很大風,吹得很大風,闊闊聲 我去窗口,看到外面的樹,放下放下 當時我就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風 後來我在朋友圈裡已經是把那些風那些東西寫了一篇 關於風大的情景 可能小樣看到之後,就去看看洛杉瓶的天氣預報 原來昨晚是有暴風的 休息的時候,我1點多鐘 那時候還在外面有些風伏伏聲 那要做起床就沒有了 那現在窗外呢,好像平日一樣 太陽也是很光,很光亮 在室內看出去,那些太陽呢 現在陽光也很美 那你一曬一下太陽就 就比較熱,也不會曬太陽 原先打算今天去華人街去喝茶 後來覺得,嗯,還是不好 還是在家裡自己喝茶,好一點 另外呢,就是花點時間 學一下英文 還有那些音錶啊,一到一百五十的英文數字 今天就在家裡認認真真地去看一看 我相信應該是可以 只會是一定要有一個興趣在那裡 真是自願地去認真去學 不就是學一些日常的口語 那這件事呢,是可以的 就像我拍錄像那樣 拍了一兩年了 沒有間斷過 那這件事呢,其實就是一種興趣 興趣 每一次拍錄像的時候呢 你都想一下,噢,不知道在說什麼 都是不要拍了 但是都是拍了,都是堅持下來 那這件事就是一種堅持 那如果你學些什麼的話呢 如果你能夠說,覺得學的過程中 或者學得沒什麼興趣 或者看大家看不下去 那你就一定要想起,好像拍錄像那樣的那種 那種毅力 那我相信是,不要說學不到的 那我來中國古多有的話 叫做鐵柱磨成針 每日學點,你給自己一個壓力 那這兩天我一定要達到某種突破 即給自己壓力 我想這兩天就是去學習這方面的英文 因為學英文不是突然間心血來潮 都是有一定的自己的目標在而是做了計劃的 究竟學這件事是為了甚麼我基本上都已經有一個框框在 所以我才會想到今天就是認真去學一學 除了跑六象之外 都是要對這方面要培養第二個興趣 第一個興趣就是英文和跑六象 所以我要兩個興趣 六象肯定是不可以沒有的 現在畢竟就是我在洛杉磯生活的田地 如果我不去拍這些六象的話 那就可能斷了洛杉磯和我們祖國大陸的那種聯繫 這條橋樑就會斷了 所以這個是一定要去拍的 通過這種方式是一種橋樑的作用的 這個不可以斷的 就算沒甚麼說也好 你冬刺西斜也好 你無論以後都要用這個視頻去記錄生活 就是向遠方的親密好友 有一個直觀上對我在洛杉磯的了解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東西 所以他說是必不可笑的 真的必不可笑 而且拍這六象不僅僅是要多拍 而且地面是一定的清晰度 一種畫面的清晰度 就是至少看上去 清晰度比較清 內容方面 內容方面 可以說的方面 不追求那種有趣 或者要有些甚麼重要的事情 其實你才說 而是很隨意的 還是那句幫老朋友聊聊天 現在我就好像是幫朋友聊聊天 就是有這種想法就可以了 有些熱熱的 脫了一件衣服 這是炸菜來的 炸菜鬆菜葉 好 然後買這些 백軒 pulled郎 雖然買這些南瓜枝 這個綠像是不可以處理的,這是必須必須的 特別是在綠燦機的生日 不一定要通過這個視頻去做橋樑 現在的大陸時間已經是凌晨4時 一早醒了,如果是看的就看到我在綠燦機最新的情況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公開的一種比較開放的心態 來,喝杯茶先 拍露醬這些是需要流水線 流水線 不會入,就算說同一樣東西,同一個語句 都沒什麼所謂 都是這樣,但這個是最好的 現在是有一種好像報平安的模式 報平安 這是蘋果 這是最重要的 這個單彎機買得這麼漂亮 這是很有心機的 這個單彎機沒有拍 嗯 嗯 我先後就已經說了 這樣 你去哪裏都不去 在家裡你就是 真是認認真真學英文 不再浪費這種時間 不再浪費這種時間 真的要給自己一種 一點壓力 首先 用這段時間 在家裡休息 去學 嗯 用學的東西為主 嗯 我希望有句話叫做三年法師,法師當三年 就是這樣,即是現在沒什麼工作 但希望能夠一個特飛萬盡,一個轉折點 不要為這段時間工作而煩惱 不可以短期上的真輸贏 是長期,一定要有一個長期目標 不要定短期目標,是長期目標 但要學英文,就是短期目標 突破,以後才會 好了,現在談了那麼多 應該有時間,就是第二集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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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